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两会、东盟、澳大利亚峰会、马来西亚利率决策 在亚洲出现了一类新的无子女选择的夫妇 Dinx双收入无子女 越来越多的印度无证移民选择驴子路线前往美国 哈塔吉在新西兰公开赛上创造历史 而亨德在最后时刻失去了冠军 中国制造的手机在非洲市场击败了全球巨头三星和苹果 请大家收看 中国两会、东盟、澳大利亚峰会、马来西亚利率决策 日经亚洲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周二开始其年度会议 预计李强总理将发表一份包括2024年增长目标的工作报告 东盟、澳大利亚峰会也将于周一在墨尔本开始 标志着澳大利亚与东盟对话关系50周年 美韩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将于周一开始 旨在防范朝鲜的威胁 电商巨头C和京东将在本周公布财报 在亚洲出现了一类新的无子女选择的夫妇 DINKS双收入无子女 南华早报 在亚洲 夫妇选择不要孩子的决定 也就是所谓的DINKS双收入无子女生活方式 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然而 由于许多亚洲国家保守的家庭中心文化价值观 这种选择被视为有争议的 选择不要孩子的夫妇经常被指责为自私 尤其是在低出生率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 DINK生活方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更加公开地讨论 其中包括夫妇分享他们的经历的TikTok视频迅速走红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但对无子女夫妇的社会污名仍然存在 然而 社会学家认为 选择不要孩子的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宗教原因 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和健康问题 在印度 DINK夫妇的数量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 其中相当大比例的农村夫妇选择不要孩子 在东亚的一些地区 对无子女夫妇的污名可能与对出生率下降 和人口危机的担忧有关 越来越多的印度无证移民 选择驴子路线前往美国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份报告 详细描述了印度移民利用一系列中介 进行非法前往美国的趋势 这些无证印度移民中 许多来自中产家庭 他们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安全的未来 为他们的孩子 报告解释说 这些移民通常出售自己的土地来筹集旅费 每人的费用在4万到10万美元之间 这些移民通过一系列签证 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引导 最终到达拉丁美洲或加拿大 然后不行穿越美国边境 这个旅程被称为驴子路线 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 经过多达十几个国家 报告强调了 这些旅行的危险 移民面临暴力 盗窃和剥削的风险 尽管存在这些危险 报告指出 非法移民的需求仍然很高 中介们继续寻找方式 来促成这些旅程 塔塔吉在新西兰公开赛上创造历史 而亨德在最后时刻失去了冠军 南华早报 日本的田地孝伯 以四杆低于标准杆的67杆 赢得了新西兰公开赛 比澳大利亚的斯科特 亨德领先一杆 田的孝伯的胜利 标志着他职业生涯的首次胜利 他也是第一个来自日本和亚洲 赢得新西兰公开赛的选手 比赛在米尔布鲁克度假村举行 还设有职业选手与业余选手组合的比赛 印尼选手乔纳森 维约诺和他的业余搭档朱比兰特 哈米迪赢得了该组合赛 中国制造的手机 在非洲市场击败了全球巨头三星和苹果 南华早报 中国移动电话品牌 Techno Infenix和Ito 由总部位于深圳的川身制造 已成为非洲 中东和其他新兴市场的畅销品牌 在智能手机销售方面超过了三星和苹果 Techno通过提供价格实惠的手机 如Techno Pop 7和Common 20 Pro 成功地针对低收入消费者 该公司的成功归因于其营销策略 对消费者需求的理解 以及对营销和渠道渗透的投资 Techno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出货市场份额 占据了中东和非洲地区的36% 全年占据了32% 仅Techno在2023年 就占据了非洲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26% 然而 并非所有中国手机公司 在非洲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由于美国的制裁 导致无法使用谷歌移动服务和芯片组 华为在非洲的市场份额 从2019年的10%下降到了近年的约1% 香港男子板球队将面临与尼泊尔和巴布亚辛吉内亚的激烈T20比赛考验 南华早报 香港的板球队将在接下来的10天里 与尼泊尔和巴布亚辛吉内亚进行一系列的T20国际比赛 这个三国系列赛将在天光道休闲场地举行 之前还有一场一日赛和东亚杯 香港队在多哈超级赛中以超级赛分击败了卡塔尔 此次比赛他们将以此为基础参赛 比赛将从周六开始 香港将与尼泊尔进行一场独立赛事 以庆祝两个板球协会之间的关系 之后三支队伍将进行循环赛 直到3月13日 中国C919反映了规避美国限制 提升供应链的目标 南华早报 中国航空航天制造商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Comec 正以其C919载体客机 瞄准东南亚不断增长的航空市场 该地区与中国的强大贸易联系 以及预计的役后航空旅行复苏 使其成为Comec在国内市场之外的主要目标 该公司计划在越南展开为期两周的营销活动后 在老挝 柬埔寨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进行飞行示范 分析师表示 Comec需要投资于能够为其飞机提供维修服务 并生产更广泛的飞机产品 以获得更多订单 香港财政部长计划吸引中型内地企业来港发展 南华早报 香港官员将访问内地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 通过强调金融中心提供的专业服务 吸引中型企业 并帮助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日表示 此举旨旨在将香港发展成为一个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 这也是他最新预算演讲中提到的 根据8月份由企业注册记录网站QCC.com发布的一项调查 上海 深圳 广州 北京 成都和重庆 是私营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 在一项调查中 他信被选为最具影响力的泰国政治家 雅虎 泰国前总理他信 西纳瓦特在国家发展管理学院的一项调查中 被评为该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他信上个月刚刚从监狱释放 之前因腐败罪被判入于8年 调查发现 43%的受访者选择了他信 而现任总理斯雷塔塔维辛以22%的回应排名第二 绿色以易甘的优势赢得新加坡LPGA锦标赛 美联社 汉纳 格林以易甘的优势击败赛林 不提耶赢得了汇丰女子世界锦标赛 格林在最后一个洞上打出了30英尺的小鸟推赶 确保了胜利 这是格林的第四个LPGA冠军头衔 也是自去年的JAM Eagle LA锦标赛以来的第一个 不提耶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曾一度领先两杆 最终获得第二名 西村优奈打出66杆 与布鲁克 亨德森 李美香和田刚奈莎并列第三 领先一晚的古江采佳 表现不佳 最终并列第八 这项比赛是LPGA巡回赛 在亚洲连续三周的第二战 随着中国一年一度的重要政治会议的开始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美联社 中国的年度立法会议将于本周举行 经济问题是最紧迫的一题 分析师预计 李强总理将设定大约5%的增长目标 以确认市场对适度经济刺激和提振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的预期 然而 有人担心设定较低的目标可能会削弱信心 而设定5.5%的较高目标则意味着更积极的刺激措施 此次会议还将关注是否有新的外交部长和提高退休年龄的提案 挪威国王在马来西亚住院后返回家乡 BBC 挪威国王哈拉尔德在马来西亚的医院安装了心脏起泊器后出院 他将在挪威的一家医院继续康复 这位87岁的国王是欧洲最年长的在位君主 已经休病两周 在此期间 王储将担任摄政王 哈拉尔德国王在私人旅行到朗卡威期间感染了一种疾病 被送往医院 由于心率过低 他在周六安装了临时心脏起泊器 现在已经出院并非回家 横积兆业的贝尔格拉维亚广场住宅项目在四小时内售庆 南华早报 香港贝尔格拉维亚广场的138个单位 是政府取消房地产限制措施后的第一个重要住宅销售项目 仅在推出四小时内全部售庆 这些单位的面积从199平方英尺到457平方英尺不等 折扣后的价格从320万港元约合41.1万美元到750万港元不等 唐先生是其中一位买家 他是一名保险代理人 他表示自从政府取消了所有的房地产降温措施后 许多卖家都提高了他们的要价 2月份 房价连续第9个月下跌 使得官方房价指数降至7年低点 学生们品尝多样化的早午餐 感受世界的多样性 BBC 北爱尔兰安特里姆的巴利克雷基小学 举办了一场世界各地食品品尝活动 作为文化多样性州的一部分 由于其他国家学生的增加 学校决定举办多样性州 校长凯利·威尔逊表示 他希望确保所有学生在学校感到受欢迎 来自南非的诺西波 穆兹维奇瓦是一位移居北爱尔兰的家长 他对学校给予他的家庭热烈欢迎 表示感激 食品品尝活动包括中国汤 印度达尔 南美水果和加纳面条 印度将在清华的马尔代夫附近 开设战略重要的海军基地 南华早报 印度正在增加在马尔代夫附近 战略重要岛屿上的军事存在 以应对中国在该群岛国家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此举是在亲中总统穆罕默德 穆伊祖去年赢得选举 并承诺驱逐印度军队之后采取的 印度对中国在该地区的 日益增长的存在感到怀疑 该地区位于重要的国际航运路线上 印度在拉克沙群岛上建立的新海军基地 将扩大印度对该地区的操作监视 该基地将于3月6日开放 就在马尔代夫要求印度撤军的几天前 给他时间 他们说 但如果悲伤不按规则行事呢 澳洲 ABC 悲伤通常被视为一个有限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 人们会处理失去的痛苦并继续前行 然而 根据墨尔本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 悲伤并不遵循规则 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该研究发现 悲伤往往比死后更早开始 并且可能持续的时间 比社会所期望的更长 社会对悲伤的病态化 可能会让经历悲伤的人感到深深的疏离 他们常常被迫承受继续前行的压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和新闻解读人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首先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东盟澳大利亚峰会 将于本周举行 将讨论经济增长目标和区域合作等议题 此外 马来西亚的利率决策也备受关注 在亚洲地区 DINK双收入无子女生活方式越来越受欢迎 但仍面临社会污名 印度的无证移民选择驴子路线前往美国 尽管存在危险 但需求仍然很高 日本的甜的孝博在新西兰公开赛上获得胜利 中国制造的手机在非洲市场击败三星和苹果 香港男子板球队将面临激烈的比赛考验 中国C919飞机瞄准东南亚市场 香港财政部长计划吸引中型内地企业来港发展 泰国前总理他信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 绿色以一杆优势赢得新加坡LPGA锦标赛 挪威国王在马来西亚住院后返回家乡 横击照夜的住宅项目在四小时内受庆 北爱尔兰的学校举办多样性食品品尝活动 印度在马尔代夫附近开设战略重要的海军基地 悲伤并不遵循规则 可能持续的时间比社会所期望的更长 这些新闻都展示了各个领域的动态和多样性 从中国的政治会议到体育比赛 再到全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世界上的事情变化万千 我们需要保持关注和好奇心 我个人认为 DINK生活方式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和多样性的接受 虽然这种选择在某些社会中仍然存在污名 但我们应该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做出决策 另外 中国制造的手机在非洲市场的成功 也展示了中国科技企业的实力和市场洞察力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中国品牌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 最后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您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您对DINK生活方式有何看法 请随时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